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极拳从小锻炼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关节经脉拉开 关于这一点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练太极拳是从小练的 到现在已经50年出头了 十岁左右 十二岁左右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说我的经历从小是不拉经脉 关节经是不拉的 那么现在要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就是我不拉 那别人从小练太极拳要不要把关节经脉拉开呢 我个人以为不需要 原因很简单 这也是关系到你对太极的理解的问题 太极是什么呢 太极是我们每天练太极拳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在我们前我们八百多个视频里边 前边的很多视频都涉及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太极把着力去掉 把后天的义 后天的习惯都去掉 反先天 就是把我们天生就具有的一些能力把它找回来 把我们后天练成的劲把它去掉 这就是说把着力去掉 把这个先天的力拿出来 那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先天的东西 那么这个朋友问的是从小 那么从多小 十岁 五岁 十五岁 二十岁 好 那么现在既然就从小训练太极拳 从小 那么多小呢 那么如果在十岁左右 像这样的年龄的从小的话 我觉得就不需要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那个时候 他很多先天的东西还在身上 他还在身上 后天的很多东西呢 他还没有 他还没有 那么这时候你所要了解 所要追求的先天的东西 他本身就在身上 比如说小孩不懂事 不知道练拳的所有的这个成千上岸的规矩 他不懂 那么你让他手抬起来 他就手抬起来 你让他干什么 他的周身都是不受后天的影响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让他做什么动作的时候 他是很自然的 他很多先天的东西还保存在身上 那如果他只要能在他小时候 他愿意练太极拳的情况下 那么他练的过程当中 随着他年龄的长大 他练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先天的东西就搞重复了 那么不需要去钻后天去 去我们现在年龄大了 比如说我们找先天的东西 把先天的东西找回来 什么是先天的东西 我们说的很以前的视频呢 经常看明哥聊太集视频的朋友呢 会非常明白 那先天的东西就是 你看一两岁的小孩 他走路的时候 他就松了 他关节不是拿紧的 他拔这个腿 他就拔这个腿 拔这个腿就是拔这个腿 你看很多小孩子 刚会走路的小孩子 他这个脚走路的时候 他是这样 有很多小孩跑 为什么小孩只会跑 不会走 就是因为他先天的重量 往前一重 他快摘胶了 他就赶快把腿拿起来 他赶快把腿拿起来 他不快拿起来 他就要摔倒了 他是为了怕摔倒 他赶快把腿拿起来 他不管那个跑还是走 他没有概念 那么这都是先天的东西 那年龄越小 他太极拳 他就是这样 你告诉他怎么样 他身上都是很自然的 都是松开的 那么随着年龄的长大以后 我们身上的肋骨和脊椎 脊椎的每一节 他渐渐的长颜了 他渐渐的就像一块靠了 你特别是出体力活的话 他很多肌肉练起来以后 他会把它粘得很紧 太极拳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开的 那么所以说 我的回答就是什么呢 太极拳从小训练 我觉得不需要去拿关节筋脉 他的关节筋脉本身就是开的 本身就是先天的东西 先天的东西 那你还有一个 你大人看到什么有害怕的感觉 小孩没有 小孩没有害怕 他就大马金刀 他没有害怕的感觉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这个从小训练太极拳 我的感觉不必要 不必要去专门拉关节 这跟太极拳没有关系 当然他这个小孩本来是学体操的 他本来就拉关节 当然他练太极拳 他也没有害处 但是有一点 大家要明确的告诉大家 他拉关节 他从那个关节拉开 和太极拳不是一码事 不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呢 他那个关节是这个大筋拉开了 这个大筋拉开了 他和我们太极拳讲的 每一个小的骨头之间 都要松开 完全不是一回事 太极拳讲的 参丁拔脉 是指的是 你看锁骨呀 你看他本来是这样的 锁骨 这个肩胛骨 这个肩胛骨 他不仅要训练他的筋脉拉开 他还要训练他的感知程度 他这太极拳他要感知 他会感觉到这个东西是 骨头是开的 那么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呢 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是这样 那么现在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他说太极拳从放松入手 是不是我们就是空想 放松了 我放松了空想 这是完全错误的 绝不是空想 太极的放松不是空想 从松入手去练太极 并不是想松 而不是身体的松 是物质的松 不是空想 那么这里边呢 思想有一半 这种思想的空不是空想 它是有一种什么 我们思想放松 思想放开 无所事事 保时中日无所用心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空空的 它和空想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那不是我想松 而是我真正把松 我本来这个肩是抬起来的 我把它松下来 我本来这个肩胛骨 你看是向后的 我把它向前松下来 这个骨头是顶着身体的 我把它卸下来 它不是空想 这是这个问题 不是空想 它说的空想 我们要想到 从松入手和空想不是一回事 松和想不是一回事 松是运动 是我的 本来我这个肌肉紧张的 我现在松 松 我是物质的松 不是和想没有关系 那说思想放松 思想放松和空想 也不是一个概念 也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也不是一个概念 空想是空想 你说不打太拳 空想 它是身体里边在动 才能练习太拳 它不是说空想就能练太拳 空想 松 它问的原话是 从松入手 是不是空想 不是 不是空想 而是我松 哎 松 我松 我腰 我松 我腿 我松 脚脖子 松 我脖 颈椎 松 它是物质的松 它不是那种 那种 你想象的松 那么 空想和思想放松 它也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一个东西 好 那么今天的明格聊太集 你回复朋友的留言就回复到这里 这个 有不 有不当之处 啊 往大家见谅 好 因为这个从小的东西 我们就是 的感知很差 因为我们的年龄很大 对于小的东西 我们很感知很差 有不对的地方还要往大家 海涵 好 明天再会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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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